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 今天是嘉东时间2022年8月8号星期一 今天我发现一件事儿 就是在号称960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上 最需要被解放的那个岛 原来不是台湾岛 而是海南岛 8月6号星期六 海南旅游圣地三亚 宣布发现了新冠确诊病例160个 第二天8月7号又增加了186个 所以这个疫情在海南呈突然爆发的趋势 因此三亚从8月6号起宣布紧急封城 连带着海南岛也封岛了 海南省政府宣布 凡是正在三亚的人们和7月23号以来 有过三亚旅行史的人们都暂不离岛 海南本地的居民非必要也不离岛 游客们要在7天内完成风险排查 这7天当中要进行5次核酸检查 都阴性了才能够离岛 所以大家看魔幻现实是不是又双若灼上演了 你看8月6号封锁台湾的军事演习还没结束呢 也没有真的封锁台湾岛 结果呢你这头海南岛就先被封锁了 你说这找谁说理去 8万多旅客滞留海南三亚 结果人家台湾人还没有来得及体会现代战争的速度 早上出兵晚上唱国歌没有发声 结果是在海南的旅客先体会到了铁拳清零的速度啊 一分钟以前还在热血澎湃的看军演视频 认为解放台湾是尽在支持 下一分钟就突然发现自己连酒店的房间都走不出去 请问谁来解放你呀 虽然幸灾乐祸是不道德的 我肯定也反对这么做 但是这种一分钟都没有就反转打脸的事儿反复发生 你是不是也应该长点记性 有点反省的精神呢 在被困在海南的这8万多游客里面 当然肯定有一批是热血澎湃的支持武统台湾的小粉红 现在媒体报道出来的最惨的是一家成都人 一个大家庭13人组团来三亚旅游 被困之后仅仅是大人吃一餐就要花7000块钱人民币 打折以后的酒店住宿多一晚上就得12500块钱 与这个海南丰岛同时发生的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 咱们今天也得聊一聊 就是万能的解放军 一没有能打美国航母 二没有打佩洛西的专机 三没有击落台湾的军机 击沉台湾的军舰 四也没有攻击台湾的任何军事和民用目标 我指的是直接的火力攻击 那解放军除了炸鱼还攻击了什么呢 攻击了文昭谈古论金的会员网站 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昭.ca 从8月6号和8月7号起受到了 主要IP来自于北京的DDOS攻击 8月7号从早上零点到中午12点 有300多万次的垃圾访问 这个DDOS是一种最低级别的黑客攻击方式 它是以生成大量的数据包 生成大量的垃圾访问请求的方式 去消耗尽目标的系统资源 就让这个伺服器过载 从而瘫痪 你这个网站或者你这个APP 就没有办法访问了 那咱们这个会员网站呢 过去几年一直受到零星的攻击 比如每年6月4号的当天 但8月7号碰到的这回攻击呢 是我这个网站有史以来遭遇到的最猛烈的一次 所以我是有点亲身感触了 今天有点发言权了 正如在海南的8万多游客 是先台湾人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做索岛的威力 那我呢也是亲身感受了一把解放军的军威啊 就是解放军除了是全世界迭被子最厉害的军队之外 除了这项特技特别牛之外 而且还是攻击我这种不起眼儿的小网站最厉害的军队 是在这方面最能体现军威的军队啊 当然攻击我这种小网站啊 这个实施者不一定是有编号的军事单位 也有可能是外包的承包商 那这个事儿呢我相信Not Personal不是私人恩怨 而是根据一个名单把任务分发下去的 很可能攻击我这种小网站的 就是像什么蓝翔技校啊 这类级别的承包商啊 他们是类似于网军里面的民兵连武装部啊 但是呢我也把他们广义都算成这个武装力量啊 算成网军的一部分 所以小粉红就别在这事儿上跟我抬杠了啊 咱们的会员网站在8月6号 由于被攻击短暂不能访问 然后呢我们就排除了攻击 就可以正常访问了 咱们就说啊俄罗斯黑客在全世界 是被吹的那厉害的不要不要的 那简直是上穷必落下皇权 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但是俄乌战争实战中一检验就露馅了 你看一他不能够瘫痪乌克兰的通信 不能够瘫痪乌克兰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二也没有能够入侵和破坏乌克兰的基础设施 三也没有能够截获重大的情报支援战场上俄军的作战 所以乌克兰一战延续了几个月 大家看到不仅扒掉了俄军强大的画皮 连俄罗斯黑客的神话也是彻底破产了 碎得连渣都不剩了 实际上在电磁战网络战这方面啊 中共投入了比俄罗斯更多的资源 还成立了专门的兵种就是战略支援部队 但现在看起来经过这几天的索导演习 还有攻击一下我们这些小网站啊 实战中的表现真的不比俄罗斯网军更强 当然还有一项中共很厉害 秘密武器就是五毛网评员 嘴炮火力之猛举世无双 从8月7号起我们这个YouTube留言区 迎来了大批洗版式的网评员啊 当然都是被我拉黑替走了 来多少我提多少这事儿呢也简单 我就当成个日常工作常规工作来做 我忙不过来不要紧 我可以找人帮着我提嘛 那咱们回到海南岛这个新闻上啊 正能量呢就是我相信这8万多人 日后他们离开海南之后啊 就不会再想着解放台湾的事儿了 至少一段时间之内不会再想了 那除了海南疫情之外呢 8月7号 西藏拉萨也发现了18个新冠病毒的阳性人员 所以大家看南至中国领土的南端海南岛 西至青藏高原都有了病毒的身影 可见这一波疫情传播的范围啊 比起今年4月份以及2021年都要广 但是拉萨目前暂时没有封城 现在有在墙内的朋友反馈啊 有的地方呢这个风控力度已经有所降低 也就是说不同地方这个防疫手段的差异性正在有所拉大 那这就和不同地方的这个财政收入 下降的幅度失业的情况陷入经济萧条的程度有关了 海南三亚这个地方有它特殊性 因为它以旅游业为主 游客来自于各地 还要回到家里边去嘛 所以对疫情的扩散呢 它能够比较显著的起到推动作用 一旦其他地方疫情爆发 你一查源头啊 这个人去过哪儿 一看都去过海南三亚了 就很容易指向他 当地政府比较难以推脱责任 所以别人那边虽然放松了 他这儿还得严防死守 所以呢这基本上就是当前清零政策的逻辑 越是责任清晰的 异于受到指责的地方 他就越要采取比较激进的防控措施 其他地方呢 则是优着一点就可以了 可以用这个防疫和经济发展要协调 既要又要这个逻辑 来祸祸悉泥 蒙控过关 实际上这个Omicron的危害程度很低 你检测的少就发现的病例少 所以你报告多少人感染啊 从源头上也比较好控制 现在看起来呢 内地的二三线城市 这个严格防控是难以为继了 这是和当地的财政状况和经济 基本面的衰落程度有关的 他们是比较hold的不了太久的 那几大一线城市和旅游业发达的城市 就没办法还得挺着 所以呢这也是目前还在中国的朋友们 依据当前形势 就是安排自己出行的一个依据吧 咱们这里简要分析一下 那过去这两天除了海南岛突然锁岛 台湾又悄悄解封之外 还冒出了一件特别突然的事 就是又一个大咖公然反共了 谁呢 就是推特的创始人之一 捷克多西 Jack Dorsey 他突然在自己的推特上 没头没脑发了一句话 End the CCP CCP是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中国共产党的缩写 所以这句话执意呢就叫终结中共 那这个标语在海外经常出现的时候 还被翻译成天面中共 多西呢是在这篇推文当中 转发了CNN记者王凡的一篇视频报导 这个报导讲的是现在北京到处都是无休止的检测 这个监控在疫情结束以后肯定还会持续存在 所以多西在转发这篇报导的时候 评论加了一句天灭中共 End the CCP 所以这看起来是有点奇怪啊 本来推特是左派进步主义在西方的大本营 多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是左派当中的战斗机 怎么突然间也喊起要终结中共的呢 本来推特和中共之间是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的 像川普没有办法在推特拥有自己的账户 但是华春莹、赵立坚和胡锡进们 那是如鱼得水在推特上想说就说 最近是不是发生了一些特殊的事情 导致这个推特和北京之间关系有变化还永代澄清 但是总体上一个趋势非常明确 就是这个世界上留给中共的灰色地带 最近这段时间迅速减少了 最近发生的事情呢 导致这种灰色地带减少的事情 就包括有索台的军演和胡锡进 针对南西佩洛西非常夸张的威胁 那这些事情已经触动了西方左派的底线 战狼外交可谓是称国斐然 还有最近驻法国大使卢沙野 一番关于再教育的高论也是语经四作 很可能也是导致多西突然发飙的原因之一 近期卢沙野在法国上一个访谈节目的时候就说 十年二十年以前台湾的大多数人那是支持统一的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反对呢 那是因为民进党疯狂进行反中国宣传的原因 主持人就呛了他一句 说到宣传好像你们北京很在行啊 他们俩人就吵起来了 然后沙野大使受到了刺激 就撒了那么一句很狂野的话 说如果有一天中国统一台湾要进行再教育 台湾人民会再度变成爱国者 再度支持统一了 好就再教育这个概念就捅了娄子了 因为这个词它直接关联的印象是新疆的集中营 而维吾尔人人权在欧美是一个有广泛共识的问题 你卢大使当着万万千千观众的面说再教育几个意思啊 就是说你占领台湾以后要把台湾人都关进集中营 是不是啊 其实这还真的不是过度解读 我其实真的不认为这就是卢沙野大使 不小心撒了把野 以中共体制内部当前的那个精神状态 那个很标的那个劲头啊 完全可能有人严肃地提出这个方案 事实上对香港的再教育已经开始了 建于对台湾 中共只能以军事手段来达成占领 一旦动武又势必和西方撕破脸皮 抛却了所有的顾忌 所以他们是会有这个打算的 既然这个坏事都已经干了不如就干到底 在台湾日后复制新疆集中营模式 所以卢沙野大使呢 他其实是情绪一激动泄了点密 正是因为有这一系列有意和无意的闯祸 迅速让西方不论是左派和右派 在end the CCP终结中共这事上达成了共识 这里要特别解释一下啊 西方左派在我的会员网站的作家道理博士那里 称他们为文化马克思主义者 那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共 它到底是同路人还是敌人呢 有人老是搞不明白这些事啊 老把这两者混在一起来说 咱们这么说 如果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国家里独揽大权 那么在几十年的时间当中 你会发现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的差别会越来越小 这是肯定的 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互为敌人也是确定的 可能有的朋友不赞成了 这个思想中脑袋还没转过这个弯来 这个问题就像是问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 你看他们彼此嘴上说是同志 真的斗起来跟乌雅尔基似的 请问他们到底是同志还是敌人呢 终究还是敌人 而且路线斗争之间呢 比起敌我斗争更加不包容 和敌人之间呢还有可能统战统战呢 签个和平协议一段时间内相安无事 但是内部斗争一旦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 那就必须是你死我活的 就没有妥协了 必须分出一个胜负 西方的文化马克思主义 和苏共中共这样的极权政党之间 大范围来讲也属于路线分歧 就是对于这个世界未来的道路啊 西方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有自己的一套规划 文化马克思主义嘛 就是希望以经济文化手段达到马克思的目标 苏共中共呢是希望以暴力斗争手段 达到马克思的目标 有这么一个根本的分歧 这个分歧从恩格斯时代就开始了 就是所谓那个工人运动的第二国际时代就开始了 那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呢 他是希望以环保主义各种各样的平权为手段 先统一大家的头脑 全世界人都是一个脑子了 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国际机构 就能够得到很多支持嘛 这个国际机构在逐渐逐渐拿走主权国家的权力 比如说让一个国际性的环保机构 来分配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碳排放指标 由他来主导大家都来吧 到我这来签一个多边的公约 各自承诺 这个十年之内碳排放降到多少多少 然后呢他再来监督各个国家实施这个公约的情况 从而呢把这个降低碳排放指标和国际上的贷款 援助信用评级等等事情都挂钩 就这样逐步一个一个驯服主权国家 然后由他来统一世界 这是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所涉及的道路 而列宁式的共产党呢是主张直接就来蒙的 就肉体消灭资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方式 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要统一世界 但是有一个道路的根本分歧 文化马克思主义啊 它的那个思想源头是两个 一个是马克思 另外还有一个是法国大革命 所以他们主张是以平等这个概念为手段 统一全世界人们的头脑 因为你越讲平等 才越能够被不同文化和传统的人们所接受嘛 他们是希望走这条路 当然自由平等普世价值 这都是人类进步的资产 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是 他并不是把这些观念作为生活方式来尊重对待 而是作为一种夺权的手段 他就往往把平等给机械化处理 就像庄子里说的 仙鹤的腿很长 鸭子的腿短 把两个硬给平等一下 腿都一样长了 这两个都活不了了 而苏共和中共呢 除了马克思也有一个思想的源头 就是专制皇权 就主张来蒙的 用集权直接上强制手段的方式 所以这两者就拧巴上了 所以呢 虽然大家都是打红旗 但是红旗和红旗也不一样 文化马克思主义者高举的红旗 它另一面写的是平等和普世 而苏共和中共也是高举红旗 它的背面写的是民族主义 祖国万能 就是万事我特殊 就没有什么普世价值 所以这个中共的路线呢 它实际上成了对西方左派 也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事实上的干扰了 当然两者也有交集 中共在讲韬光养晦 全世界找朋友搞统战的时候呢 两者冲突不明显 就连加拿大的小土豆总理都很羡慕中共的效率 但是等中共真的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 要所谓崛起影响世界的时候 它们两者的矛盾就暴露出来了 所以连这个左派中的战斗机、多西这种人都觉得 这个天灭中共刻不容缓 这中共就是所有人的累赘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 就是锁台演习收场以后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 就是打不了台湾呢 我们可以勒死台湾 就是中共这边有人建议 把锁台的演习给长期化 海空兵力轮流上场 反正中国大陆体量大慢慢耗背 解放军的军机一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你看台湾空军就得起飞应对 解放军舰艇一到台湾附近海域转悠 台湾海军也要出海监视 那台湾呢它国力弱 军力整体也小 这样呢就被拖着疲于奔命 同时占用台湾有限的经济资源用于备战 时间一长 那当然岛内的经济建设也会受到影响 就会有一批这个亲共的议员出来大骂 民进党是祸国殃民浪费民之民膏 那这样一种方案呢 当然显不出习近平的霹雳手段和雷霆之威 他是不会太喜欢的 但是在攻占台湾暂时实力不具备的情况下 有人向他提出这种疲敌扰敌的方案 所谓军演常态化 台海中线隐形化 提出这种方案呢 是有助于习近平找回心理平衡 他也是有比较大可能接受的 那么对待这种消耗性的策略 小国一方的应对之策 没有别的招 只能是和其他国家结盟 共同分担战略压力 所以你看8月5号 美日澳三国外交部联合发表声明 谴责中共近期在台海附近举行的军事演习 关切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的事儿 同时敦促中共结束这样的演习 之所以发表这样的声明啊 跟日本的推动是紧密相关的 因为冲绳 也就是中国人讲的琉球群岛 离台湾很近 直接受到台海局势的影响 那这次导弹落点的争议再一次证明了 一旦台湾发生军事冲突 日本是无法置身事外的 所以日本就相当于是当前局势当中 传递力量的一个重要枢纽 有它的介入就把台湾周边发生的事情 和世界其他国家更广泛的范围联系在一起了 其实很多人并没有判明当前的局势 总是在揣摩这个拜登到底骨头有多硬 敢不敢和习近平硬杠 实际上现在重点已经越来越向日本这方面转移了 日本扮演这个角色的重要性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上升 台湾师则冲绳威 因为日本离得太近 它介入的动机更强 有一个剧本啊 一种方式的剧本一直存在 就是钓鱼岛是有可能比台海先出事的 曾经有人提出这样的构想 就是先拿下钓鱼岛 在台湾和日本之间打进一颗蝎子 显示决心逼驻日美军后撤 这样呢拿下台湾才更方便 其实你看过去这两年啊 这个中共在这附近海域的活动 基本上也是这个思路 就是在对台湾周边的这个军事行动 变得越来越频繁的 同时海警船在钓鱼岛周围活动 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和高调 一旦想要拖垮台湾 累死台湾这样的策略进入实施 那相应的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 也就必须集体行动 才能够发挥作用制衡中共了 那相应的整个印太地区的北约化速度 也会提速 而日本是改变规则的一个重要角色 不是老讲拭目以待吗 那咱们就拭目以待 看看日本是不是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那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 明天是星期二 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ca上 会员投稿区有更新 是杨宗女士来聊她的人生经历 标题叫做小镇做题家农村二舅和周杰们 小镇做题家就是指出生在乡村和小城镇 靠埋头苦读 考试成绩优异实现了月龙门的那些寒门学子们 那杨宗女士呢本人就是走的这条路 她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当前几个时事热点联系在一起说 娓娓动人很生动也很感人 向大家推荐一下 另外明天呢我要准备咱们另外一个频道 文招思绪飞扬的内容 那么在文招谈古论金这个YouTube频道 咱们就是星期三再见了 谢谢大家